拉布拉多犬跳上跳下 模樣超級可愛 最萌場地安檢員 進駐市大運選手村 狼犬找到可疑目標物 原地坐下市井 選手村在上週末測試後 馬上全區封閉一週 在開村營運前 用狗狗的靈敏嗅覺 做地毯式安全檢查 距離差不多一公尺左右 我們狗狗就會徵收得到 原警手持金屬探測器 從浴室到巡邏房間內 床鋪被單任何角落都不放過 確保沒有死角被藏暴獵物 危安重兵部署 群友村內派駐保護總隊 加上雙北警察四百名人力 村外則是新北警察 加上憲兵機動巡邏 會有六百多層的檢查 那我們會針對所有住宿的區域 包括樓上樓下 還有所有的公共區域 跟地下停車場 作為開幕主場館 田徑廠是用電量最高的地方 尤其開幕當天 預估用電量會是平常的三倍多 因此台電設置了發電機 防止跳電危機 台電砸下兩千萬 設下兩道供電防線 首先是特設雙毀路家電 以及備源系統 可以在原本門檻下 再額外供電 就算周圍全區跳電 還有柴油發電機當最後供電防線 是不會有關冷氣限電這樣 目前是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如果說 如果突發狀況發生的話 基本上我們都還是有配置 臨時的發電機 去保證我們場館的正常營運 台北高溫標近四十度 設道運是限電令的化外之地 畢竟做好場地安全與用電 只是辦好國際賽事的基本需求 這張安全文台北報導